有在关注这个行业的人一定听说过安哉娜娜 三进三出堪称业界传奇 更因为神之乳暗闻魂牵梦傲 今天介绍了这位颇有安哉的风范 她叫千元美优 这一切从一封主动应征的邮件开始 当时千元美优主动发了一封邮件给S1 询问能否在S1工作 工作人员确认一些基本信息后 决定约出来看一看 可是千元美优很忙 只有七分钟时间 因为她的条件太好 S1的工作人员害怕被其他公司抢走 只花了七分钟就决定和她签约 在确认合作意义后 又联系了几次 很快双方再次约好见面的时间 这次工作人员决定好好了解千元美优 原来她是个还在读护理专业的学生 喜爱散步合作美奖 并且喜欢放松和愉快的生活方式 听着她的讲述 工作人员灵机一动 决定以最强素人为口号 宣传她 和大家看到的一样 千元美优的优点就是好身材 尤其是前面的 加上160公分的身高 显得身材更加突出 而青春甜美的外貌和自然的气质 也让她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也许是学护理的 表演时就像在细心照顾病人一样亲切 难怪会赢得许多粉丝的喜爱和支持 从出道以来 经常在排行榜上看到她的名字 不过最近千元美优宣布改名字了 现在她叫小二项美优 至于为什么改名字 那是因为她更换事务所 原本的艺名不能用了 不过还好 她依然在S1 也表示以后会有很多活动 希望大家继续应援 相信改名后的她 未来依然会有不少精彩表现 大家觉得小二项美优怎么样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 另外也不要忘记点赞 分享以及订阅本频道 下次再见